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女神走到了一起 然而她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女神们的心 如今娶了一位普通的太太 过上了普通闲适的生活 称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1965年何首信毕业于香港庆会大学化学系 曾任职于化学公司 于香港庆会大学任体育科助教 四年后她由钟景辉介绍 家树无线电视 兼职担任摔角等体育节目旁述员 一旁述过世界杯足球赛 后来签约成为议员 家树欢了金箫当主持 但定又不是风趣的主持风格 令她有机会担任香港小姐竞选的大会司仪 先后火拍刘家杰 黄瞻等主持 更连续担任了15年 但最终却是为了家人 移民至加拿大多伦多 在当地的电视台继续主持工作 自2011年正式离开电视台之后 她转投香港电台主持开心日报 与陈淑兰等人做拍档 夜连做足7年 才正式离开并宣布退休 返回加拿大陪老婆陈丽丝 而在接受传媒访问时 她表示自己一直都没有停过 无论亚视 无线或电台 已经做了三十几年 真的可以说是做到老 学到老 曾经历过两段婚姻的她 在1973年与欧家慧结婚 可惜只维持了两年便离婚 对惜欧家慧认识何首信 是在刚家属TVB 参加欢乐经销节目时 两人一个是嘉宾 一个是主持 爱好相同 话题也很多 一来二去便互生情愫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恋人关系 只不过那时的欧家慧 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影谈影后 而何首信还只是一个 毫无名气的三流主持人 很多人都觉得这段关系不对等 迟早会分开的 可他们不仅没分手 还在两年之后正式注册结婚了 欧家慧的这个选择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可他自己却不这么觉得 反而倾心于对方才华 整个人都置身于幸福之中 婚后他做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 每天早上给丈夫做好早餐 烫好衣服 打理好家里的一切事物 为了和何首信好好在一起 他几乎是付出了全部 为了帮助丈夫发展事业 他把身边所有的资源都介绍给了何首信 甚至为了家庭全身心退出影视界 两年内只拍过一部作品 就不再涉及演影圈了 在他的扶持之下 何首信开始名声大噪 再加上结婚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曝光度也就越来越高 人气逐渐上涨 事业开始攀上了顶峰 此时的何首信成了附属皆知的金牌司仪 而欧家会却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 但何首信在变得显赫之后 欲望也开始膨胀起来 他不再专一于欧家会 而是倾心于搭档汪明泉 两审每天朝夕相处 合作同一档节目 时间久了 其中的感情也就发生了变化 逐渐变得言语暧昧 举止亲密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 毕竟欧家会也没看到 可有一次举办公益活动时 何首信和汪明泉在行走的过程中 突然就牵起了手 大大方方地展现在镜头面前 这一幕自然被媒体拍了下来 不仅欧家会 全香港人都看到了 随后就传出了何首信和欧家会婚变的消息 汪明泉也被戴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还有知情人爆料 欧家会带着太太团找到汪明泉 对其大打出手 甚至撕扯头发 这也成了当时群众的茶余坦资 遭受情伤的欧家会 最后只能选择离婚 远离娱乐圈这纷杂的环境 遗居美国 不过拥有着精致的外貌和独特气质的他 除了吸引何首信之外 连富豪级的什么都为他倾慕 已故爱国商神霍英东 当年就把他视为红颜值起 连发展半山的嘉会员豪宅 都是以他来命名的 嘉会员在1971年落成 经历接近半个世纪 这间仍然是香港半山传统名牌乌院 除了前特首董建华居于此 应帝张嘉辉三年前 亦以首制名义 以1.31亿港币 购述该乌院的高层这事 第二年又以1.7亿元转手 短短一年时间 账面净赚约4000万 此外惠英东的生意拍档及好友 有香港石油大王之称的刘浩清 当年也曾亲情与欧嘉会 他在90年代 把上海一桩物业的租金 呼作上海市教育基金会 而这桩物业同样命名为嘉会员 能得两位富豪眷顾和青睐 欧嘉会也是不简单 名价物业遍布香港和上海 可见其在富豪心中的地位 可惜他爱财不爱财 以往情深与口才了得的何守信 虽然与何守信的第一段婚姻 已失败告终 但从他好友口中透露得知 他到了美国之后仍有再婚 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晚年生活 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而何守信和汪明泉 在1980年开始相恋之后 还是受到了不小的争议 一方面彼时的汪明泉并没有离婚 另一方面何守信 特别照顾欢乐金销三小花 金美珍 景戴音和廖安丽 还有花王的称号 更令人难受的是 1985年 他还卷入了一起陶色勒索案 不管事情真假 恋爱中的两人一方总是绯闻不断 另一方又如何能够忍受呢 同时心情愈结的汪明泉 又被查出患有假装腺癌 被前夫伤又被陷男友伤 痛苦的他在五年后 选择结束自己的婚姻 汪明泉性格倔强 很早就导演邀请他加入电影圈发展 但那时的他宁愿放弃名利 也不愿意放弃尊严 1979年 处原导演尔东升 汪明泉主演的电影 《圆月弯刀》上映 彼时的台湾当局 硬是逼着他写承诺书 悔过书 因为之前 他拍了很多令对方不满的影视剧 但他却拒绝了 还直言 电影不言一罢 而在电视圈发展的时候 因为和刘昌华失败的婚姻 以及和首信鸡飞狗跳的恋情 再加上患病 他心灰意冷 可他实在太想演戏 太表演 怎么办呢 于是就跑去唱乐剧 1983年 他与林佳生和唱完《天仙配》 之后转战乐剧圈 和罗佳英组成了浮生乐剧团 此时的他一边倍感情弄得焦头烂额 一边还要抗疾病膜 深担影之 好在罗佳英对这个朋友 搭档一直细心照料 2002年 汪明泉又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 罗佳英还是在他身后 默默地支持他 鼓励他 不过两人始终没有捅破最后的那层窗户纸 可三年后 罗佳英被检查出肝癌晚期 当时的他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 于是就向汪明泉表白了 其实罗佳英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他曾以为此生再也不会遇见爱情了 没想到上天还是给他安排来了汪明泉 对方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 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工作 在医院安前马后地照顾他 并鼓励他 等你好了 我们就结婚 2009年5月 61岁的汪明泉和62岁的罗佳英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登记结婚 而何首信在辜负了两大美人之后 一曾与温柳妹 景戴因等人拍拖 最后与歌手陈丽丝结婚 陈丽丝与何首信的一段爱情 有传是始于1989年的移民潮 当时两人一样都选择移民到多伦多 相聚时间多了 加上都曾经是电视台的一员 有共同话题 因此便开始拍拖 至1996年结婚 何首信曾对传媒说 陈丽丝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神 此后感情上再也没有出现什么波澜 2018年 她的事业也走到了尽头 即将告别开心日报节目的主持工作 因此最后一场 她是压轴上场 其主持陈书兰 杜文慧 林超熊等特地安排欢送会 并送上心意卡和蛋糕 陈书兰更向她送吻 而杜文慧 则是通过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欢送她 为开心日报主持了七年 离开是她计划之内 看言公司对我好好 不过我一早预料 2018年下半年 要完全体验无工作感觉 之后会返回加拿大 同太太一起 她想我多些时间陪她 经常分隔两地不是太好 之前已经有打算 78岁的冬天要辞职 没有特别原因 只是想试一下 无关一身轻的感觉 应该会在8月中 便返回加拿大 9月去黄刀镇看北极光 11月会进行长途旅行 当时有人问她 是否不再回来 正式退休 她则笑说 暂时还没有计划 她从2003年离开亚市之后 一直工作都没有停下来 就想试一下没有工作时 是否真的很舒服 过去三十几年 都没有吃过早餐 自从主持开心日报之后 每天七点几床 改变了生活习惯 虽说做到老 学到老 但是都不应该被一份工作 限制自己 拍档陈树兰自言 是最后一个 知悉何首信离开的 还以为是讲校 因为消息来得突然 神像是发梦中 很不舍得 所以叫何首信 玩一年再归队 她透露 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试过压力太大 狂吃三盒饭 庆幸主持开心日报 感觉很舒服 做节目毫无压力 应该付钱给电台 而何首信在之后 确实远离了大家的视线 谁能想到 那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她 曾经是许多美人心中的深情 但最后 她还是回归到了普通的生活 或许她一生情路坎坷 轰轰烈烈 年老了 也想过一过安宁的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雨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